各位觀眾大家好,國際策局 這一集是很早的時候錄的 早是什麼呢? 是7點多錄 因為實在太忙了 我們看到耶倫依依 就去訪問中國 今天剛好是歲月歲號 4月5日播出了 我們看一篇文章 就講東升西降 其實現在已經非常明顯了 怎樣明顯化呢? 稍後跟大家聊一下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訂閱大約上的頻道 就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易姐你好 早安 喂 早安 VANG Care點東升西降 請教你 耶倫依依來嘛 耶倫依依來我们只是覺得他不是好人 不過老美派總局3月20號 白屋子的外交 就是白屋仔 每日新聞記招 有人問 亂摸那個 黑的那個 就問 是不是耶倫醫會去中國 他們就說是 但中國外交部是沒有回答過這件事的 直到 先來電話 是不是 前兩晚 大家也在這裏跟A君說 拜老頭找習近平聊天 接著講完之後 就來耶倫醫 布林肯又來中國了 你都相信他們的動機就很明顯了 當然要求 誰求誰 誰主動 誰被動 自然就一清二楚好了 以為中國很厲害了 東升西降 是 我們講的是有東升西降的跡象 而且都頗為明顯 見到其他 尤其是 等一下引用講一下 朱古力國的其中一個總統 怎麼去頂某個電視台 國際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就知道了 但是 阿爺倫醫好像有一些 簡易日子好像你們說的 4月4號清明 難道來慎中追遠嗎 即是來中國跟我們拜祖嗎 當然不會了 腎中追遠是全世界的人都會有的 這些是天然生出來有的 有媽媽生的就有的 腎中追遠 但是他會不會神心到來中國 跟你腎中追遠呢 一定不會 如果不是腎中追遠 在這些我們中國人著重的大事大事走過來 你說他有沒有好心 我就跟他來拜 拜什麼鬼 拜鬼就真的 叫我們去拜鬼 我的意思 尤其是我就看到很多時候他們都攻擊 中國產能太盛 產能太盛 我們人口多 我們產給自己不行的嗎 有多了的就是愛日 是正常的事情 全世界都是這樣做的 每個國家 譬如說巧克力國最多什麼 生產咖啡豆 好了 我的咖啡豆 如果你有看紀錄片 他們煲的咖啡很原始的 看完豆子 用水沖一下 煮熱就喝了 例如好像印尼 非洲的愛塞俄比亞那些 藍山咖啡都是在非洲高地出產的 那些豆 多到那些非洲人開來喝就是這樣了 但是外國就拿出來加工了 說多一點點 我認識的咖啡 UCC就是藍山咖啡最大的擁有人來的 因為它在Blue Mountain的山上 那個山上最好的麥克風 所以那裏 不知道多少 三千公劇也好 那裏出產的豆是最漂亮的 所以它買了整個框 它就拿了最好的豆 最漂亮的藍山豆 多貴啊 藍山咖啡 藍山咖啡 所以UCC就包起了那裏 你就很難找了 是不是 你其他買不到它就加 它可以控制到物價 所以就是說咖啡豆 非洲是很多 過剩 但是呢 被外國控制了 那些價值就完全有不同的了 我們都罵過了 法國在黎日爾拿著柚子的時候 它的幾毫子歐羅的成本 賣出去就超過百歐羅 這些就是 中國就是這樣 世界工廠 你給了一些紀律考我 我給了一些資源 我有資源 那我就幫你製造一些零件 但是 現在就是中國的發展好到 將所有給我們的技術和零件 我們撼到一件好東西出來 拿在中國本地市場試了之後 有剩下的貨品 拿得出去賣了 而外國的賣家也都欣賞這隻貨品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但是 輪到老美 喂 它自己做不到 它們就出資料的 不是制裁 就是說關稅的 每次都是這招 所以這次耶倫伊 你做什麼 攻擊我們新三洋 能源汽車啦 太陽能板啦 中國你剷得太多了 喂 中國 尤其是能源汽車 現在是慢慢推出中國 中國算是開始搭配 真的有人用完 沒事發生 不像特斯拉當時 又說走走走 向前向後 或者撞車 特斯拉不是在你上海設廠 做她的車的時候 平靚靚 她根本就已經破產了 是不是 所以 現在 耶倫伊就說 喂 我們蘋果都做不到車 喂 我們蘋果的手機 仍然是 只有一塊板 平板的 就這樣 已經沒有新意 哇 但是你華為又接得 又開得 又可以為星通訊 所以 它一定要過來 拿著你中國 你再試試發展多些 你看看我在金融市場 怎樣襲擊 除了你中國 就是你周邊的朋友 尤其是 與一帶一路 很有關係 那些 就是這樣啦 老實說 我看到很多非洲國人 現在對老美都不是很憤怯的 你日耳啦 是不是 趕了老美走啦 是不是 一千名美軍 是不是 還有 剛才說過 龜亞娜 在那裡露對記者 哇 你要我做什麼做什麼 喂 你哪位啊 哥仔 是不是 那 其實 現在全世界對老美都不是很順超 那 為什麼不順超呢 其實 很簡單的嘛 你現在做這麼多事 說這麼多事 其實 你都是為了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霸權 所以對我指指點點 那 龜亞娜就說 喂 你在環境問題上高 你對其他國家 雪狗 好像對我們那樣 你的BBC記者 走遠一點啦 浪費氣 是不是 喂 你自己很環保嗎 你自己的東西 完全搞不定啦 還有我們知道 碳排荒 老美那裡最盡的嘛 人口又少 碳排荒 大哥 那你搞什麼 中國就不是啦 中國現在自己密密地奸雲 新能源汽車為了什麼 就是你西方訂了一套標準出來的嘛 這套標準要怎麼做 就是說 全世界都要減排 喂 我的碳排荒衰 這個是脫水的做法來的 不是說 為大家好 現在 如果突離譜再上陣 就說 喂 氣候變成與我們無關 然後那些是流的 假的 也是這樣說話的 有什麼意思呢 波澤娜就說 喂 你不讓我們狩獵 我們現在國家內放十三萬頭的大象 你數量那麼多 你說不讓我們狩獵 那是什麼意思呢 不要緊 我便送兩萬頭大象給你 你德國 你說很棒 那就給你 那你這些狩獵的限制 你根本不是我們的生死 你就用你自己的標準設定在我們那裡 這樣就叫做大國 那就是得淡笑 還有剛才Yess姐說 喂 有些五葉草 那些 你去德國已經通過了 以後不用去德國了 去德國是無謂的 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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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這些跟當年給我們的阿字背的那樣東西 其實都是一樣的 雖然毒性沒有那麼強 但是 對於所有人民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絕對不是的 你說藥用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說是娛樂性的 那做什麼呢 那我們知道 荷蘭那裡其實已經通過了這些法例 很早之前已經 全世界都是這樣 那就是不用玩了 就等於像當年中國那樣 一沉 繼續沉下去 老美玩很多東西 其實呢 最終都是 玩借自己的 我們自己覺得 那 這次耶倫過到中國那裡 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中國不要買那麼多東西給全世界 我們不瘦 我們不想這樣 但是你說中國 不買東西出去 那你以為做什麼呢 我們習主席都 非常之強硬 表了態的了 第一件事 你真的 不要執意地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發展 剝奪中國的正當發展權利 我們呢 不會坐視不理的 即是 坐視不管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第一就是 我們高科技發展 我當然要賣東西出去 如果我不賣東西出去 那我怎樣 高科技發展呢 高科技發展只是說 喂 我們自己在國內自己用 我們不用生產 是不是 我買到全世界 你夠薑的時候 你就和我一起爭過 你有些品質好 我又不是要打壓你 我沒有限制Tesla 或其他東西進來 沒有的 是不是 你現在說 喂 你不讓我去做 你離譜了 蘋果 是不是 那時候 華為 被美國禁了 最開心就是蘋果 是不是 現在 搞到 華為要自己發展 很多很多的項目 我們那時候 手機已經要領先 賺很多錢 但是 你老美說 晶片 不給我 那我們就不可以做 結果 蘋果就大賣 因為大家覺得 西方的蘋果很好 你說 中國人聞水 喂 不是啊 你不要用這個 國貨就行 但是 最大問題是 為什麼我後來 我一定要用華為呢 因為華為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產品 很純正 就是純缺來的 我當然是用華為 喂 支持國貨嘛 為什麼我會 有時候用小米 但是現在都不是我主力 以前我會用小米的 現在比較少用 原因就是 我覺得它品質一般 另外一方面 那時候 你是給錢給西方炸 就是我們作為中國人 我就算這個系統 我不是很熟悉 我為了支持我們國家的發展 我一定要用 而且是貴很多的 比華為貴 我想是一倍以上 但是都 逼著自己用 因為這個一定要支持 要不然我們怎麼發展 難道西方就這樣 騎著我們 完全令到我們動彈不得 特地譜也是這樣 拜佬頭也是這樣 貿易戰 跟著現在 晶片戰 科技戰 各方面的時候 我們看到美國對我們 是不懷好意的 既然是這樣 我們還不自強不息 我會為什麼 以前我們覺得 大家互利共贏 很開心的 但是現在呢 我們現在 不站起來 為國家 去出一點點力 我會為什麼 有人說 喂 大衛sir 你真是很民粹 其實不是民粹 如果你說西方 正正常常地 跟我們做生意 我是覺得沒什麼 你好 我們就一起做 但是你現在逼得 是這樣的 還有用一些 陰招 還有富克來到中國 說 我很愛你們中國 但是漏了兩個字 一點錢 Yes姐 跟大家說過 既然是這樣 我為什麼對你客氣 我喜歡用國貨 說得不好聽 你真是吹得我仗嗎 對嗎 Yes姐 那當然了 有眼裡見蘋果 是的 他真的和我們玩到脫鉤 早幾年已經說脫鉤 他搬廠 是不是 搬廠去越南 盡量找越南去做零件 又或者是設一個生產大的線 在咖喱那裏 但是咖喱國 有沒有令它的銷售量提升 不升 反跌 是不是 很多的退貨 Vision Pro 那個眼鏡 退 OK 這些人買的 喂 這隻蘋果十幾 是不是咖喱味國的 咖喱味重不重 一聽到有咖喱味 就已經選擇另一樣 現在 我們經常都見到 什麼 I loan 十四十五 十三 十四十五 跳樓價的賣出來 當年一定是五位數字 第一次的I loan 十 一定 閒閒地都碰著那個 萬字那個 五位數的那個數目的了 你買大一點的 它就真的過了萬 不用想了 是不是 所以蘋果當年賺的錢 挺好的 是不是 一由華為 我打壓中興 打壓華為 由2016支 之前 2010年的日子 至到現今 你看到 除了是華為去年發威之外 前頭那十年 真是 I loan 個個都拿去I loan 你現在很簡單 你走出來香港 你見到人手執華為多 還是I loan 都是I loan 港人愛I loan 都是一個奇蹟 我真的覺得很奇蹟 因為 你華為 有人問我 你華為現在用的那個 是中國版來的 如何下載到香港某些東西 仍然是有個懷疑的 你不試用別人的科技 就永遠得出不到 華為超越了I loan 有多少 我真的覺得 你打開 有個I loan 永遠都是打 好像手把那麼大 那些 但是華為 又接得小一點 有一些 就好像 電話那麼大 再打開大一點 價錢 又便宜又貴 對不對 沒錯 只不過 人家就是 證明 他的科技 生產 所有的東西 是精益求精過 你I loan 很多 但是港人永遠都是 我一看 那個電話 永遠都是 在那個左上角 有三個鏡頭那隻 看見到 真是流 那我覺得 好了 為什麼 我們說回去中國課 蘋果真是痛的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搞了幾年之後 為什麼 3月 傅克要來北京 就是解釋了 想都想到 吃回頭草 不是一隻好馬來的 肯定不是好馬 是不是 就是這樣想 所以 現在你 耶倫伊尼 就眼見 我們I loan 打理不過 蘋果打理不過 電動汽車 打理不過 我們軍事周邊的 你中國 還沒 曬出真正實力出來 不是 我們 我經常都說 見就見到 我們 軍事的產品 有多厲害 講多厲害 但是那種打法 那種編隊 沒在世界上見過的 因為中國無需要 我只是亮出東風 就已經夠害怕了 是不是 但是東風實際上 配合了整個海陸空 是怎麼打的 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 所以我們的軍事實力 是深藏不露 所以 各樣都好像是 我們已經超越了 還有剛剛你們都在 晚上的直播都說 喂 那個報告都看到 現在 黏中國的 國家數量 開始是超越的了 超越了 美國 那麼耶倫伊還急急來 挽回劣勢 等什麼時候 對不對 挽回劣勢 不是說不行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 很重要的 就是說 去美元化 或者人民幣國際化 這個是必須要做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國策 是不是被迫的呢 老實說 是不是被迫的 永遠被你老美霸權 玩下去 當然玩不行 我們的一帶一路 我們是必須要做的 我們的金磚國家 一定要做的 因為 美元霸權 我們由 毛澤東時代開始 我們已經說他美帝了 為什麼說他美帝呢 美帝霸權 我們為什麼要跟他合作呢 因為那時候對外有利 我們當然要跟他合作 我們需要發展 我們需要進行 令到我們人民生活 過得更加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所以必須要做到這一步 如果不做 那就真是對不起我們國人 由過去到現在 我們立國 其實我們對資本主義 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這個看法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改變 怎樣取資本主義的優點 去改善我們人民的生活 其實這條路 必須要走的 我們不是要討厭他 我們要擁抱他 擁抱他 我們才會發展到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就會出來 更重要的是 我們對於美債的看法 其實我們已經是很深刻地感受到的了 從2010年那個時代開始 我們本來有8%的 所擁有的美債 所發出來的大學 現在剩下3%左右 原因就是 我不需要你這麼多 你要作為一個自主性的國家 首先第一件事 貨幣是一個重點 如果貨幣也沒有辦法自主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 經常談的談生求說 說要開放自己的資本帳 你的資本帳 我也知道 有一個三元貝論 三元貝論 不懂得去看書 不要說我講話 好像很刻薄 其實是不刻薄的 如果你說打開資本帳 你的貨幣也沒有辦法自主 你的有關價格上下 你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我們現在最重要 我們就是真的不領味 每一屆的領導人 我們國家 包括 江澤民 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 到現在我們習大大 過去這麼多屆的領導人 跟美國 玩對手的話 其實老美都不是為了我們中國好 只是為了他自己的國家 他自己的國家 最重要 無所謂 因為每個國家都是一定的 但是大家公平地競爭 去聊天 你不要當我們好像是老弟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那麼 你老美 現在覺得不需要我們 或者你們的國策 想要去中國化 你就玩了很多東西 玩到差不多 又怎樣呢 耶倫衣過來 為了什麼 先 就跟你說 不要生產那麼多東西 不生產那麼多東西 你叫我不要做生意 不要做生意 繼續餵飽你老美 中國就窮 沒可能的 是嗎 耶倫 全部 真是很贊成你說的說話 那位譚先生 居說 我也是聽回來的 他手上管理的資產 幫人管理的資產 大部分 是以什麼作單位 美元 美元 是不是 如果以美元作單位 你敢不敢激怒那邊 印美元那邊那幫人 一個不小心 他們想到什麼 去抓到譚先生的痛腳 他就苦不堪言 所以說話 是要就住就住 是應該的 是不是 好了 那現在耶倫衣 和拜佬頭 這樣才是打電話 打電話 大家都是聊幾句 然後耶倫衣 和布林強 就急急地在執行 當然有出現問題 當然出現問題 那個不是中國 如果我有問題 我都去求人 是不是 這個是很簡單 清楚的一個道理 好了 現在他所謂遇上的問題 多羅羅羅 是不是 我最喜歡我的普京大帝 我的偶像 中國和俄羅斯 其實有一件事 就是經常都相信 初初幾個 我們中國有個蜜月旗 跟林克遜也好 小布殊也好 都有個蜜月旗 中國的和美國的關係 一直都不知道是領導團隊 還是我們國內的那些 智庫也好 工資也好 上角都覺得 現在美國 現在美國 都是對我們 我們有個幻想 美國是對我們好的 很簡單 俄羅斯 普大帝 20年的日子 信過美國 信過歐洲白人 有希望可以走回去 埋堆 現在全部破滅 繼續做什麼 轟你的烏克蘭 是不是 就是 現在就是美國 拜佬頭那隊團隊 是有條筆紋的 做事對不對 搞到現在俄烏那裡 那個弟弟 就現在 扮到 不是扮的 都是真的 生不如死 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大哥 你怎麼搞啊 好了 在中東那方面 那個老爸 就在那些不熟悉 在人面前作威作福 又給他多個 又給他多個鑊 他踩 老米怎麼掩蓋啊 他有什麼實力 可以補到那兩隻鑊 既然補不到那兩隻鑊 他最終目的 大家要明白 他是想搞南海 他是想圍堵中國 現在後面 前面那兩個都沒搞定 如果 我們 最後的那個目標 就越來越遠的時候 就唯有暫時緩和一下 玩緩和 但是 他有沒有停過手啊 大衛Sir 你都心知了 是不是 他有剪織行動 在搞中國周邊的朋友 老米 那個財經的實力 仍然是有的 所以 他一球石扔出去 發出來那個湖面震動 震動不了中國 是震動不了中國 但是周邊和中國合作的國家 有了少少的反應的了 例如 多爾丹幣 來亂了 印尼 當阿安華說 我們是很落實和印尼 和中國的關係很好 因為印尼也好 馬來西亞也好 你看到 馬上他的外幣市場 股票市場 全部被人攻擊 所以現在 阿耶倫伊尼 就是手上拿著這塊石頭 中國 如果一扔下去 震不到你 但是震到你其他周邊 和你很緊密合作的國家 出事了 你會怎麼做啊 中國 你不怕啊 我想這個 就是來攤牌了 其實攤牌是應該的 但是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今集只能說到這裡 沒辦法 其實有六件事 第一 就是 東升西降 沒那麼直白過 第二個 就是 彼此的陽謀 大家知道的了 你要鬥真 我就跟你鬥真 第三點是什麼 就是去中國貨 痛在蘋果 第四點 就是去美國幣 苦在華為 第五點是什麼 世界本質是先有貨後有幣的 第六點 就是警惕美國的展資行動 我們今天就說了兩點 這已經是彼此的陽謀 還有要跟大家說一句 華為 是不是一定要去美元呢 我自己覺得去美元是正常的 但是 有一樣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數字人民幣 其實已經在國際 第21個國家地區的手機號碼 就開通了 在2024年的3月19日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就是我們人民幣國際化真正走出去的 這個是國策來的 沒那麼簡單的 下一集再跟大家 慢慢再聊一聊 相關的情況 今天節目時間到這為止 多謝YES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聊一聊 咦 東盛西岗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這個大拆局 多謝大家 多謝洗一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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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